哎哎 你叫什么呀 我叫紫玉 哦紫玉我今天我真不能跟你回家 你说哪有相亲见面 第一天认识还不到一个小时 那就回家的呀对不对 我想让你扮演我男朋友 不然他们还要让我相亲 我不想相亲了 不不不我只是我真帮不了你 你找其他人嘛 好吧 你看这个车好帅啊 啊 你帮我拍点照 给拍完了 为什么能在车里拍两张照片 我们在这等车主回来吧 你别开玩笑了 你就算在这等到车主 那车主来了也不可能让你就上车牌 对不对 你看今天那个咱俩也不一路 是吧我也 我也我也就不送你了好吧 你你你先回去吧 啊 你帮我开下车门乱过去 你帮我开下车门乱过去 没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这样问你呢 你是一直都知道这个车是我的车是吧 啊 是的 咱俩都相亲了 肯定对你有基本的了解 那你刚才相亲过程中 我收我工资一个月5000 你也知道我人在骗你了 知道 那你为什么不拆穿我呀 看我笑话呢 你不想说肯定有你自己的理由 可能是你不喜欢我 讨厌我 对我没心情吧 没有没有讨厌你倒真不至于啊 我就是单纯觉得这个事不合适 行吧那咱就不说这个 既然你都上来了我就送你回家吧 好吧 谢谢你送我回家 没事 你快回去吧 其实我觉得你挺好的 哪好呀 你看到我开这车你就觉得我好了 跟车没关系 只是单纯觉得你人好 今天这事如果换了其他男生 肯定又趁虚而入了 不过可能是你真的不喜欢我 我跟你说啊 以前我们朋友之前就总会说一句话 就是 没有女生永远18岁 但永远有18岁的女生 你说谁会不喜欢18岁的女孩呢 清纯 阳光 简单 但今天这事发生在我身上 我发现我好像 我真的做不到 我觉得如果我对你怎么样了 我就真的很有负罪感 我不是18岁 我21岁 都快22了 我知道 我就是打个比方嘛 那行了 那你也到家了 那你就回去吧 拜拜 那我们以后还会再见